不是种有市场的作物 而是原生物种的栽培 所以说他的确是选择了一条 比较难走的路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的 这个年轻人 他接爸爸的事业来做 但他却不是富二代 他也是选择一条比较难走的路 因为他爸爸的置业 是公益团体的工作 他也加入 但是这个家也好难接 穿过上午上班塞车 黄树燕送柚子到台北市区的一间大公司 这个部门的人向好人会馆 团购助农千元一带的 不美丽不带装柚子 在台风灾后 尽快帮农民们解决问题 这是什么东西还不一定 可是我们有大致的项目 放在网络上面 可能有帮助这些东西 一定有帮助 农民他们都 这几次台风下他们都很紧张 又很担心 很多人 像那天还遇到一个去借了二十几万 中四家 第一次中 今年第一年中 一中全部倒掉 二十几万全部通通赔掉 而且那还是贷款借来的 互相说谢谢 发挥帮助陌生人的好人精神 繁忙的早上 黄树燕还要跑别处 国中也两间 高中也两间 不是转学就是休学这样子 可是很可惜的是 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认识到一些朋友 但是 就没有办法连续下来 可是有个好处是 我可以认识很多地方的朋友 选择乐观的眼光看生活才有任性接家业 其实也不算是家里的事业 而是爸爸的置业 好人会馆是个小工艺团体 每每在天灾后 结合各方力量办各种活动 募款帮助受灾农民 也运旧家具给需要的人 我小时候 那时候还在花莲的时候 都跟我爸住一起 他常常会把我叫过去 帮忙弄这个弄那个 然后我间接知道这种行为 叫做志工的行为 自发性的行为 可是我是被叫过去 我从小到大很讨厌 很讨厌当志工 听到要来当志工 就是完了要来做出众的事情 要搬东西扫地干嘛 我很讨厌做这些事 退伍了好奇 想看看爸爸到底在台北干嘛 从上台北来帮忙 到现在越陷越深走不了 爸爸一直很忙 书彦继续开车到处跑 他的名字是 燕子在天上飞 真实生活是 沿着台湾陆地一圈圈开车 为什么我要搬家具啊 好累啊 可是没有啦 因为知道另外一端 是有需求非常强烈 所以 而且又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必须下去做啊 台东那边也好啦 还有之前花莲 河中村那边也好 大家看到家具以来是 很激动的 情绪上是很激动的这样子 终于有人想到我们这边 有这样子的需求 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 这次风灾除了浓水 也要家具 我不知道这样讲得不OK 可是可能对需要家具人会有点不尊重啦 但我还是想讲一下这种感觉 我以前认为说 为什么要跟人家收人家不要的家具 好像我在剪破烂 以前我会排斥 以前我会排斥 因为不了解 一样的东西在不同地区 会有不同的效果 2016年夏天连接几个台风 台湾中南部东部农损严重 好人会馆推出的专案 包括集资预购农民未来的收成 以及协助农民用落果做酵素等等 爸爸的小工艺团体加他 只有三个全职员工 中午来开会的都是 其他不同工艺团体的人 集结各方力量调动资源 是他们擅长的事 书彦承认 如果不是因为老板是爸爸 他早就从这工作逃跑了 如果你跟我说 他不是我爸 他不是我老板 跟我生活没关系 这种人 如果知道他 我应该比进而远之 不要靠近 把自己搞太累了 因为见到爸爸的人 就会被拉来帮忙 儿子当然逃不了 像我们在救灾的时候 哪里有灾害就往哪里跑 如果再帮我卖农产品的话 哪里东西崩盘就要往哪里跑 往哪里送这样子 所以是不断在移动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会气我的一点 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管是工作上也好 生活里面也好 很多人就是会 会说 书彦时间都没办法确定 楼梯间堆满农民 请他们帮忙卖的农产品 地瓜 柚子 蒜头 要做的事很多 像我们这种 我们这种小团体 每次讲到钱就很拮据 就很紧张 赚不了什么钱啊 你看我们在帮忙收家具 送家具 收家具 送家具 这一件事情怎么赚钱呢 而且还有运费的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开车 每次的油钱啦 过路费啦 还有行政费用 光是吃饭怎么解决 那些钱很多都是靠大家募款募来的啊 或者像我们帮农民卖崩盘的农产品 利润算利润有可是很低 但是还是要在这杂风里面求生存 事情这么多 书彦现在抗压性变好了 还懂得向上管理 爸爸很急着指示 儿子淡定吃包子 因为反正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假如说是以员工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 这种老板哪有员工跟得下去 很多东西会变成到现场在决定 应该说就是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 我们可能现在在桌上开会 讲的可能是A 可是实际下 明天实际要做可能会变成B 需要一个信念 相信自己的努力 能让别人生活得好一点 就是因为我不觉得那是闲事 所以我们自己的角度是 这个人就已经在那边紧急的 需要钱 需要什么东西 还能跟他查那么多东西 查完他都已经不急了 他是不是已经上吊自杀了 所以明天还是继续工作 为了工作 书彦还去考了大货车驾照 应该说 我今天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工作 没有跟我爸一起这样子活动的话 我可能现在还跟其他小屁孩一样 这个工作做久了 难免越陷越深 我今天如果跟我女朋友出去 不管干嘛 我们随便吃个饭干嘛 我看到她鞋子脏脏旧旧的 我觉得有点难过 今天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里面 虽然是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区 我们面对一样的太阳 一样的天气 面对一样的景色 但是你却在那边受苦 那我可以在这边唱歌看电影等等之类的 你觉得人家不安心吗 一种是不安心的 一种是试着让自己可以设身处地 去体会人家现在在面临的状况这样子 茶半个月就收成 期盼一年的丰收 现在都躺在地上变成不值钱的垃圾 书彦他们赶紧教农民 把落果加糖蜜做成酵素 可以当作果园的温和营养液 也可以回馈给捐款人 当家里的清洁剂 那不是他自愿的 也不是他造成的 也不是他刻意的 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事情 今天来到彰化这个幼子园 八十多岁的爷爷农夫 虽然还背得动农药桶 但实在没办法一个人整理所有落果 拿到第一笔各界小额捐助的钱 可以整理果园 早点振作开始明年的农作 应该这样讲 他今天不管是跟银行借钱好了 跟钱庄借钱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借钱 他就欠别人人情 欠别人钱 然后等下被人家讨债干嘛的 信用变不好 都总比 应该说我们这 反而我们这边给他的钱 他们压力会变最小 虽然说钱不多 做农其实是赌很大的行业 辛苦都赌给天了 中秋后 很多农民求他们帮忙卖柚子 有的时候在面对农民的时候 真的没办法 他在那边跟你哭的时候 你真的受不了 我所谓的受不了 是心境上的那种 心酸感 现在书彦学会 做不到的直接拒绝 但是能够做的 还是每天尽力做 因为面临整个社会的变迁 整个气候的变迁 真的需要一些 新的生活方式出现 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 是搬运工 是司机 是讲解员 什么都要做 我觉得不应该讲辛苦 各行各有他们自己辛苦的地方 他们是每天我是一下做这个 一下做那个会跳来跳去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有辛苦 我觉得也还好 把沉重的家具卸到仓库 附近居民需要的就来拿 但又有另外一些 他们可能没有受灾 但他们为什么会需要 是因为本身经济状况就不是很好 还有被在腹里面底下 被隐藏起来的贫穷 三个人的小工艺团体 要搞定这些事 每个人都得三头六臂 接受挑战 我应该用我阿公才对 用我阿公 他以前是沙石厂老板 他沙石厂如果没倒掉 我今天还会在这边吗 问到要接爸爸的班怎么想 年轻人直接说 想要改成社会企业 例如说 我一样回收家具 回收回来 坏掉收回来 请伸脏者把它修好 然后卖得很便宜给弱势朋友 就用社会企业概念 书彦说爸爸是节俭的人 从小该给他的却也没缺过 而他现在学的是同理心 你今天够 你今天看一个事情 你可以看到很多面向 他们在车站当过扶老人挑行李的志工 在街头卖过滞销的高丽菜 现在急着要在风灾之后 让农民能站起来 你认为工作 你为什么要去工作 为了钱 现在对我来说 这个工作 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因为我要赚钱 而是 我可以看很多事情 我可以去很多地方 你可以认识很多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然后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对就是你必须了解跟尊重你的工作 就是你该对自己 你只要做自己的工作 这个爸爸的事业一点都不好接 不过做儿子的确学会了 有肩膀守承诺 爸爸交接的不是钱 是扛起责任的品格 年轻人有柔软的心 愿意多学习就是好事 刚刚最后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一个 新台湾之子的女孩子 她认真地找寻自己的心路立场 我愿意为了我的身份 然后为了和我一样的心而待 然后让他们打开自己的心房 对就看到可能像是有妈妈带着小朋友 然后长得有点像是外国人的话 我就去询问他们 愿不愿意接受配合我的计划